诶 我的房卡呢 进来 干吗 进来再说 干吗呀 不干吗 房间在这 不是吧 给你美的 你住那边 我住这一边 撞 把我行李拿到那屋里去 你干吗去 你又不住这间房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往那边走 我要检查房间 这房间有什么可检查的 这是我的工作 你这个保镖这有点意思啊 他怎么什么都管你的 不是 你听我意思的 干吗安排一个房间 那我多给你待会儿不行 况且井水不犯河水 谁碍你事呢 不是 我们离那么远 我不能把你自己找指示 姐 东西放好啊 我先回房间休息了 行 回房间 好 再见 房间我都检查过了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你得走了 你看不出我在这儿很危险吗 你怎么危险我 我是怎么着 我老虎把你吃了呀 你自己没数啊 我看了一下 我房间就在隔壁 有事随时叫我 没事 你快走吧 把门关上 干什么 什么干什么 回房间 赶紧的换衣服去沙滩 回个房间那么有气势 回个房间那么有气势 你住这个房间 对 我姐安排我住这儿的 好的 那不关门呢 你去帮我门 你怎么在这儿 我姐安排我住这儿的 那个 有个事跟你说 你姐那边她 她好像有什么事找你 你没带房卡吧 没有 没带 那你去吧 去吧 什么东西 太不像话了 你说她们 你会游泳吧 若需要的话可以会 会就好 给我开门 开门 干什么 干什么 快给我开门 你要拆房子呀 大庄你给我进来 我看是谁 我给钱谁不让我大庄的 在这儿住 不明其妙的 什么人啊你 你别给我没事找事啊 大庄谁能注意起吗 怎么不能注意起啊 你给我装什么糊涂 男女我别不知道啊 现在混得小宝贝是吧 她金贵 我告诉你大庄更金贵 大庄二十多年来 从来没谈过恋爱 他们俩在一起 谁吃快还不一定呢 陈小姐 麻烦你还是注意一下措辞 这有你什么事啊 你算什么 躲些给我滚 陈诚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连对人 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以后不认这朋友 行啊 侯局 陈诚 你现在向上她是吗 我告诉你 你要向上她的话 我就回去告诉我爸 让我爸不要跟你爸合作了 再也不合作了 小那美 什么合作 滚 你们都给我滚 行 行 行 算了 算了 不就一个房间吗 大庄住里面 我住沙发 说什么呢 不可能我告诉你 这也不是一个房间的事 懂吗 我侯局的人 我不差你一房间 不能欺负我人知道吗 你的人 你干吗不认他好我 别个废话 走了 侯局 你干什么呀你 真好啊 咋了呀 啥 啥情况啊 太过分了 他太过分了 那 还油吗 油脑皮也油 那你不油 我们去油了 走了 拜拜 你们 你们也是没散 快点 友谊都换好了 我 我这什么事啊 对不起啊 有跟你惹麻烦吗 没事 你都不用考虑这个 我告诉你 他这种大小姐脾气啊 不是现在报 一回都报 早晚都要报 所以我们从第一刻开始 就不能向他低头 可是 那些都没事 你不用担心他爸那层关系 就算他爸跟我爸告状 就算他爸不高兴 不跟我爸做生意 那也没用 对吧 跟我身边的人 第一条就是不能受委屈 我也没那么脆弱 我也没那么脆弱 以前有的客户 也会误解我们的职业 看不起我们 把我们当成佣人 马仔 也有不尊重的时候 那你们要是碰到这种人 一般都怎么揍他们 只能锻炼自己的 心里承受能力 承受能力强了 就可以无事了 要么 就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 真没想到 你们这种身怀绝技的人 这也是还能自我反省 还能接受这种误解啊 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有几个人不被人误解 也不也一样吗 被人误解 是靠家庭背景 这个时候只能靠自己 努力去证明自己 别的都没有 对 你这个说得太对了 我就因为我这个家庭背景 只像我一朋友说我跟晨晨像 当时我姐齐了 这说什么呢 师傅 你赶紧醒醒睡了啊 咱不跟那熊孩子一般见识 犯不着 臭孩子真是太不懂事了他 你 你说这个晨晨啊 我跟你讲啊 我 我小时候我见过他 不是 不是我小时候 是他小时候啊 我见过他 他爸妈呀是老来得子 把他宠的呀跟你说都宠坏了 还念那么多书 还留学还什么的 我看他学的知识啊 都被狗吃了 真是 师姨没事吧 没事 我找着 这还差不多 你说你也是 今天跟我说那个什么 我这是迹象法 不我就有点担心 你知道你要是迹象过了 那会伤着十一的 我哪知道啊 我也没招啊 这意外太多了 我这套路我也 套不住啊 小子 你给我记住了 无招胜有招 你就慢慢套吧 行了行了 别在那玩 赶紧去睡觉去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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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吧 你就给我惹事 是